你 哈喽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榮 今天是12月24號早上10點半 那投資朋友今天呢是平安夜 外資呢從今天呢到隔年的1月2號呢這邊呢會放假 放假去過他們的新年 也就是說呢從這段時間開始呢全球股市的交易清淡 所以投資朋友你可以趁著這段時間呢 好好檢視一下你今年的操作過程 檢視一下你的交易策略 檢視一下你在當下這筆單為什麼會賺錢 這筆單為什麼會賠錢 檢討一下你的交易策略對來年的操作呢是有一定的幫助 那上禮拜六呢台股呢獨家開市 那這邊呢三大指標呢跟美股三大指數呢 這邊志榮哥就簡單的帶過 那我們看到呢原油呢目前看起來呢還是呈現空頭排列 目前看起來還是一個熊市的走法 那這邊呢如果原油長線看空的話 這檔商品呢00673R的原大原油反一呢 投資朋友就可以去持續追蹤跟留意 那我們看目前我可以看到呢 原大原油反一這檔呢目前波段報酬率呢也是相當的漂亮 所以這邊呢原油呢也就是持續追蹤他什麼時候呢開始扭轉 要走一個多頭 那目前呢我們就不預設任何立場 他目前看起來還是一個空頭排列 那接下來呢美國公債殖利率跟美元指數 那公債殖利率呢在上禮拜五呢有稍微的做一個反彈 但是目前還是一個空頭排列 但是投資朋友這邊呢你就要去留意了 如果呢美國公債殖利率持續破底 那造成的美國公債價格上漲的話 這邊呢你就要去留意了 股市的資金呢會不會開始流向債市 那再來呢美元指數在上禮拜五呢是呈現一個高檔震盪的情形 那美股三大指數呢不管是SP500或是NASDA甚至費半 在上禮拜五呢都是呈現重挫情形 那目前看起來呢 短線上呢還沒有止跌的訊號 那我們就不要去過度預設任何立場 這邊呢你預設任何立場說 那麼這邊開始會有跌升反彈 那這邊呢萬一又破底的話你預期的跌升反彈 進場去做多又受傷 所以呢這邊呢我們不要去預設任何立場 我們要等到看到一個長紅K棒之後呢 這邊三大指數才要開始 呃才開始有機會進入盤整 所以這邊呢我們就是等待一個關鍵的長紅K棒 目前呢美股三大指數呢看起來還沒有止跌的現象 那我們可以看到費半甚至是NASDA 目前走勢呢都是一樣的 那回過台來我們看一下台股的加權指數 目前呢新興市場的國家包括韓國中和指數 或是台股的加權指數 目前呢都是在個區間下緣這邊做個盤整 那台股呢區間下緣這邊 大概在9600 那區間上緣呢大概在10000點 這邊9600到10000點的 400點的區間呢 目前是等一個關鍵的訊號 什麼訊號 一根長黃突破的關鍵訊號 或是一根長黑跌破的關鍵訊號 目前呢台股撐在這邊呢就是為了結帳來的 那硬撐在這邊呢 9600到10000點的區間 那我們現在就是等待一個關鍵訊號 那中哥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這個關鍵訊號呢 發生之後呢會開始有一個方向出來 但是呢有一個東西一定要注意的是 10300的缺口 那這10300的缺口呢封閉了之後呢空頭呢才會沒戲唱 那這個缺口呢10300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已經提醒大家很多次了 今年的2月6號呢 這邊產生了一個跳空缺口之後 那後面呢封閉了才又走了半年的多頭行情 這邊封閉缺口呢 後面才又搞了半年 所以呢這邊呢 10300的缺口呢封閉了之後呢空頭呢才會沒戲唱 那我們追蹤一下幾個指數 包括金融指數或是半導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金融指數呢目前呢也是還沒有止跌現象 那今天早上呢又有新聞傳出來 這銀行團呢擔心呢華映的財務危機呢他不允許他們重整 那接下來呢會不會有更多的企業爆出來 那如果呢景氣呢真的呈現衰退的話呢 這邊銀行貸放出去的錢呢會不會形成呆賬 收不回來那對金融股呢就是一個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金融指數呢短線上 你有金融股的你一定要先做個避開做個調節 甚至呢你可以去放空金融股 你不要覺得金融股呢漲跌很慢 你把時間拉長來看的話 其實呢報酬率呢也是相當驚人 那金融指數呢 從11月27號呢就提醒大家你要小心了 那接下來呢半導體 那我們也曾經跟大家講 這半導體呢在經濟衰退的時候呢會首當其衝 我們也知道啊就是 這些半導體呢最主要是電子 這些電子產品的主要零件 那如果呢當經濟衰退的話 民眾消費力道不在 那這半導體呢就會首當其衝 同時呢就能跟大家講 這半導體呢如果投資的 投資力道不在的話 那對矽金元的需求呢就不會再那麼強烈 當需求 需求沒有那麼強烈的時候供需價格的改變 供需改變那價格呢就開始回落 所以這邊呢半導體呢 矽金元呢 環球金呢或是中美金 甚至是核金加金 這邊呢你就要開始小心了 那之前這種可以曾經跟大家講 這邊呢你要提防矽金元的結帳賣壓 那目前呢我們看起來 矽金元利空的消息呢也是慢慢的傳出來 那這邊呢矽金元短線上 走落那他要站回到季線才有機會開始轉強 短線上呢 站回季線才有機會轉強 那這邊呢你就要提防他的結帳賣壓會持續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中美金呢也是持續呈現破跌情形 那再來呢總會跟大家講 被動元件呢短線上也是走落的情形 那這邊被動元件呢要轉強的話 一樣跟細節一樣 要站回呢去監測 不好意思 要站回季線跟月線 站回季線跟月線呢 這邊才會開始有機會轉強 那不管是華興科 甚至國巨 這邊呢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再來呢 自動歌呢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族群 就是遊戲族群 自動歌之前曾經跟大家講說 這個生技呢在往年的第四季呢 到隔年的一月呢 這邊表現呢都會相當的不錯 那接下來呢要進入年底的 自動歌認為有一個族群呢 也可以注意 那這個族群呢就是遊戲族群 接下來呢春節效應 接下來的寒假 這邊呢有系列股呢渴望呢會表現得不錯 同時呢中國大陸這邊呢有一下新的政策開放出來 之前呢中國大陸呢為了杜絕網路遊戲成癮 那他這邊呢有暫停省的遊戲的批號 那這邊呢近期呢已經傳出來說中國大陸呢已經對 新的遊戲批號呢放行了 那這邊呢市場上呢就有一個想像的空間在 那為什麼說中國大陸這政策呢對遊戲族群 這麼影響這麼大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目前呢是全球呢 最大的智慧手機用戶跟網路用戶 那目前呢我們遊戲產值呢在今年呢 來到了1379億美元 那1379億美元呢這邊呢 亞洲呢竟然佔了52%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表 亞洲呢竟然佔了52% 那我們再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貢獻了多少 接近380億美元 這邊呢中國大陸的產值呢竟然佔了全球將近四分之一 那這邊呢宗哥跟大家講 中國大陸呢放行了這個遊戲序號之後呢 那這邊呢接下來遊戲類股呢就會開始呢有一些表現的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天呢 騰訊呢香港的騰訊呢 大漲了將近5% 那遊戲類股呢這邊應該怎麼去挑選呢 宗哥認為這邊 你還是一樣要挑選呢有獲利的 有獲利的個股 接下來呢你要挑選呢這邊他的序號呢已經獲得呢 中國大陸的放行 那這邊放行之後呢未來的股價呢就開始呢會有一個想像的空間在 同時呢你要去留意註冊會員 這邊註冊會員開始增加的話呢 那對股價呢也是有相當大的推升力道 所以這邊呢遊戲類股呢你可以往這個這三個方向去找 那有相關遊戲類股突破的話呢 這種歌呢也會在 群組呢或者是影音上面呢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歡迎各位投資朋友呢 趕快鎖定這種個lighter來鎖定呢是到底呢會有哪些遊戲類股呢會開始做突破 那這邊呢加權指數呢就還是維持在 9600到10000點呢這400點的區間 這邊反覆的去震盪 那接下來到年底呢這邊呢預期的波動呢就不會太大了 那這邊呢我們就是留意一個關鍵的訊號 什麼訊號呢就是一根藏紅突破 或是一根藏黑跌破 目前呢這400點的區間呢 還是一個可操作的盤 目前呢內股輪動呢 相當的快速 所以這邊呢 你一定要多空同時操作 多空保護 這邊呢你多空保護的話 這邊才可以將你的風險呢降低到最低 所以呢這邊呢多空操作呢 你風險降低了之後呢 這邊你晚上呢才睡得安穩 那更多的多空訊息呢就是歡迎各位投資朋友加入 自宏哥的 FB 股企小兒子 或是Lite 那從此呢自宏哥的影片下方 影片下方呢 也有個表單的連結 長天頭的專案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加入我們 謝謝 本公司以往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神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